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8日下午在中南海营台会见来京数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听取他对香港当间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主席高度评价李家超带领的特别行政区政府敢于担当 善作善成 对特区政府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国家领导人对特区政府工作的评价在香港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陪乔中学老师后任区议员穆家骏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说 他关注到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到香港特区第七届区议会选举 作为此次湾仔选区的当选人 他表示区议会选举的圆满完成 象征爱国者治港原则下的香港治理体系的进一步优化 作为新当选的区议会议员 他将秉承务实有为的理念服务地区居民 这一次的选举制度当中以爱国者治港为一个主轴 新一届的区议会应该是务实而且有为的去为地区的居民去服务的 所以另外一方面在过去这一年 其实特区政府的关于教育这方面也是非常强调了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 希望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的青年人可以建立一套正确的价值观 一个守法的观念 后任区议员郭富荣说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还提及了 香港凭借其独特地位和优势不断增强发展动能 努力解决社会民生等问题 对特区政府的工作给予肯定 未来他会在这些方面履知尽责 改善民生有赖的是良好的经济发展 而创新科技产业也是世界的潮流方向 同时这一点也都符合习近平主席所说 希望香港可以有不断发展动能的希望 这一件同时都可以协助青年人解决就业和创业的问题 所以未来我都会督促政府不断去完善创新科技政策和信瓜相应的付款 香港时事评论员朱家健也表示 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对香港特区政府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重塑香港区议会制度 顺利完成区议会换届选举 推动香港走出疫情迎来整体性复苏的工作予以肯定 他表示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及其管制团队充满信心 刚结束的区议会选举 把外国者自港原则落实到地区治理 让这个地区平台聚焦民生 让市民求助有门 香港特区政府在选民登记和选举宣传的确度怀疑 李家超特首受到香港市民拥戴 拒亲磨力 执行力强 让香港发展有罪 我们对特首带领的香港特区政府团队具信心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林志颖表示 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到 中央会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 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 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航运中心 贸易中心地位 推动香港实现更好发展 他认为 这为香港各界打了一记强心针 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过去两年在特区政府还有各界的努力之下 在国际科技创新上面的话 做出很好的成绩 所以香港各界只要继续努力团结奋斗 加强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 还有一带一路国家的联通 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千燃优势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风光一定无限 前景一定亏狂 我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让我们一起努力